米苔木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冰的 冰的米苔木更Q啊 对 好呀你吃硬你不吃了 我是硬的还是软的 我是全头硬 嗨大家好我是负责找食的熊胖 我是一直吃一吃蛋饮不高食的 菲菲 这是熊胖 现在端午节快到了 对啊 之前有网友来询问我们 台中有哪几家好吃的肉粽 有没有哪几家肉粽推荐的 那时候并没有特别拍这种端午特企 对 那我们今天就来拍端午特企 希望能够帮助到 广大的粉丝们 有哪一家好吃是吗 诶 我也不知道哪一家好吃啊 因为我们很少在台中吃肉粽 所以我们就特别精选 一些网友特别推荐的 来吃吃看 来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们费后就不多说 我们就走咯 Go 我现在来到的这里叫做 梅香肉粽 蛤 梅香肉粽 哈哈哈哈 他这个肉粽 他这个肉粽 一颗五十块 他这个刚来的时候好小颗哦 看起来很小颗 然后他来的时候他都会淋淡酱油泡 来吃他的肉粽 他这里除了卖肉粽 还有卖一些面类 还有糖类 又有一些小菜 他在菜市场里面 他就在一星市场里面 他的肉粽 我是觉得软质度刚好 他吃起来也很有味道 他里面还有包 香菇 猪肉 还有花生 还有一些油葱 米饭 这米粒的部分 我就觉得 这不要含他的 酱油泡 会好吃 那他生意蛮好吧 他生意真的是不错 大家都来这里买豆粽 他们生意还要通常 为了收桌子 不是收桌子的 收碗盘 人家客人用桌子的碗盘 没那个时间 桌子收起来还可以关店呢 但是肉粽我是觉得还OK啦 还行 那我们吃到牛肉看看好不好吃 他这个肉吃到看的很好 他的碗肉有软烂 但是再来就是一个肉粽两块肉 我们还有点一个米苔木 我吃吃看他的口感 吃起来哭哭的 因为米苔木吃起来是这么Q 可是我觉得他汤有点酸酸的 加烏醋的那种感觉 不是快叫我酸 就是会让你有点解蜜的口感 米苔木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冰的 冰的米苔木更Q啊 对 好呀你吃硬都吃了 是硬的还是软 我是全有硬 那前面不是有那个一星蛋饼 一星蛋饼也蛮不错吃的 也是蛮推荐大家去吃 很多人 好那我们待会下一家 干嘛 请见到 每天的米苔木 但是我们也有人想吃 所以他们没有吃 就要吃了 吃完 吃完 所以我们就加烧 吃完 因为我们正在烧 这个第二家 第二家叫 我來吃吃它的肉粽 這一顆五十五 然後它的花生比上一夾甜香肉粽來得多 而且也比較大口 它還有不香菜 它有不香菜 那想吃的就可以吃 不想吃的把它丟到旁邊去就好 我們還有點丸子湯 這是蔬菜丸子湯 不是 這是珍珠旗魚魚丸湯 這叫珍珠旗魚丸 珍珠旗魚丸湯 它的米飯 吃起來也蠻Q的 它的蒸蛋很香耶 反而我們要點蒸蛋 然後我看到人家點了那個蒸蛋 然後上面放了下軟 因為你就有黑洞 看起來好好吃喔 我就在追加蒸蛋 它這個米飯 我是覺得不會黏牙 很怕吃肉粽會吃到那種黏牙的菜 米飯也會點點的味道 這個肉粽我可以接受 就可以買出一點 它煮招牌 那也就是它的肉粽 阿翔在點黑豆 那你就問老闆娘粽可以吃 我可以吃 我喜歡它的魚丸 可是我又不喜歡它的湯 因為你不喜歡蔬菜的味道 好 來我來喝它的鰭魚丸湯 它的鰭魚丸不錯 喔這個湯 好燙 它是一直蒸一直蒸 然後等客人要的時候要再拿出來 這湯不錯 我覺得這湯好喝耶 不過這是燙的 喔真的有夠燙 要喝的 要小心 老闆娘 不安心 可以再跟你 要一些黑豆嗎 看要加多少沒關係 小朋友喜歡吃 謝謝 有沒有跟老闆娘再要一些黑豆 在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老闆娘正好 好 好 等你覺得這樣 可能就不太好 好 這個肉粽 就沒有香菇 這純肉粽 然後加上 化身 可是我覺得吃起來也是小香的 又好吃 不是因為老闆娘 有黑豆的關係 不是喔 是真心的喔 好我們再吃 炸一下 有 現在來到的這裡是東區 現在來到了這裡是東區 第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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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永興肉粽 他的Google 平分大概13.9 他也是專賣的就是肉粽 然後 然後 傳統小吃 他的排骨湯 今天點了一個貨物 味道 好 好 好 沒有一手 陳美美眼 哈哈 放完吃還蠻不錯的 可是他的口大就是肉粽 不是嗎 他還有賣其他料 對啦 就是一些傳統小吃啊 他的米飯 老實講 老實講 肉 超爽 真的是爽 他覺得湯 不錯 他的肉粽 我覺得應該 有可能就是要加他的東區 那裡喔 他會叫 那裡喔 東區會叫 很多 住台中的朋友 都一定會加的東西 台中人的可愛 對啊 他這個也是 感覺不是更東區 所以三點九分 不是美麵的 他的肉 基本上都是以瘦肉去多 坦白講 他的肉不爽 一顆45塊 算 今天吃的最便宜 本來我們還要再吃一個更便宜 才賣完了 對 他就在建國市場裡面 不過人家還是有他自己的客源吧 有啦 剛剛來的時候也蠻多人啊 終於換 好吃完了 我們可以請問再加了 我們現在先要加一條 我們現在來到第五家 第五家肉粽 第五家肉粽 記憶錯了 明明是第四家 這家肉粽沒有內用 沒有內用 然後它是巷弄內 中信市場內 你現在吃原味喔 都沒有任何醬料 對 現在是沒有任何醬料的喔 可是聞起來很香 這家有那個古代味的香氣 因為我們現在一直在公園 剛剛有一個媽媽走過去 還蠻長的 有那種種葉的香氣 我們吃一口看看 這一顆60塊錢 它的米粒比較不分明 它那種黏性非常的黏 連那個在拆的時候 就會把一些範围給黏起來 但是它的生意真的是不錯 剛剛那種黏性非常的黏 它來的時候它還在講電話 然後裡面大概就是有 肥肉 香菇 菜脯 油蔥 蛋黃等等 整個感覺好像內餡擠得滿滿滿 那我們吃它來肉看看 所以這個土豆有沒有很多喔 這個土豆沒有很多 你比較喜歡土豆很多那一家 好像這是第一家有包蛋黃的 對啊 不過這一顆60塊 比較大顆一點 而且還加了蛋黃 所以貴是正常吧 好 我們再吃完 等一下下一家 好 我們現在來到最後一家 越吃越悍酸 還好吧 最後一家 叫做一品肉粽 這裡有菲菲最喜歡吃的菜長 花生粽 它是愛的菜長 可是跟奶菇有口味 當然一定不一樣啊 八核菇 這是中畢菇 其實它應該是皇家級品種 還是它的招牌 一顆130 當然要預定 還有它的招牌大肉粽 還有它的招牌大肉粽 而且他們還有榮獲台中市 第一名 獎第一名 不過有花生啊 他們哪有花生 那花生中不就有花生 我要吃看它的花 它這個花生還蠻松明的 我覺得它撒上的花生粉 沒什麼花生味 它這個花生菜長 裡面有糯米香菇花生 蓮子通蝦 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台中這些肉粽 第一家的話是可乙鯉 第二家是很推薦 第三家是 第四家 想要宅配的人 可以參考一下 我是覺得還不錯 它那個熱熱吃一定很香 對 第五家就是一瓶肉粽這裡的話 就是 生意不錯啦 因為我們吃的是 也吃了蠻多的 所以 霍霍想吃個 清淡一點 好 那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裡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我們 YouTube的頻道 還有點讚我們的臉書 粉絲版 還有追蹤我們打開器 打開小鈴鐺才會收到 上部的東西 喜歡我們這部影片的 請幫我們偷偷按讚加分享 我們還有更多美食文章 請多多follow我們囉 掰掰 掰掰 現在 大概三點半多 快四點喔 你看我馬上在吃 不曉得 不曉得 喜歡這一家 我聽過這一家的 喜歡這一家的人 不曉得 會不會留言 從我們沒水準 會嗎 我們只是在這上面吃 咦 黑豆 那黑豆 但是香菇 黑豆 你不要看到黑黑的 都是黑豆吧 黑豆 黑豆這裡 沒有看到這裡 有一個黑豆 哈哈哈哈 來看這就是麥克風 哈哈哈哈 跳舞 是誰搶桌我的麥克風 好想看我們去哪裡吃什麼 歡迎跟我說 掰掰 好掰掰